奥巴马在讲话中指出,一年前出台的这一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,在政治上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。 随着这一计划付诸实施,改变了美国经济急剧下滑的轨迹,并为美国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但奥巴马也承认,对许多仍处于失业中的美国人来说,当前经济还算不上真正复苏。 他警告说,随着7870亿美元的开支用尽,可能部分地方政府将面临新的困难,部分政府公务员将会下岗。 一年前的2月17号,奥巴马签署了这项美国政府自二战以来最庞大的开支计划。 但一些反对者也指出,这一计划并未能真正振兴美国经济,创造奥巴马承诺的就业岗位,反而给美国民众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。